慈激大學學生 跟著志工走入飽和島最苦的地方 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較特殊 先天的 然後有的也是可能被遺棄的 然後就是家庭狀況也不好 然後就會讓我覺得說 就是覺得自己生活狀況跟他們差很多 七個人要睡這個地方 那廚房也在那邊 你看到嗎 就是什麼都在裡面 然後來到這裡可以發現就是 就是跟自己想像中的生活是不一樣的 就像他們的瓦斯 我不希望我們就是很幸福 只要一點然後就會有瓦斯 他們是要自己先去取木 然後才來生 五年前保和島強症 此即有了援助的姻緣 不只是關懷貧病 也蓋了150間簡易教室 當年的教室因應需求在各校游走 猜了又見 見了又猜 保存依舊完好 當時從台灣來援建的志工重返就地 心中只有感動 這個組合物很牢固 都沒有什麼損壞 因為經過五年了如果沒有我們這些簡易教室 他們的教育是怎麼辦 在敘舊時還有為年輕老師特地跑來感恩 她是寶和島的第一屆助學生 利用假期来自台湾的学生和志工们 看见他们的希望 也看见自己的幸福 大爱新闻菲律宾 综合报道